肉类食材焯水 很多朋友第一步就做错了 你记住这个两药三不药的口诀 才能达到最好的焯水效果 今天用这个护心肉 跟大家来说一下 凉水将护心肉放入 这个护心肉咱一定要提前浸泡 把血水尽量的去除 我又加了点肉皮 这个肉皮提前一定要用火 或者锅底给它蹭一蹭 了一了去除一下杂质和残留的毛发 第一点记住一定要放白酒 不要放料酒 第二点记住全程一定要开锅 不要用盖去焖煮 咱们是去除腥味 让它随着拍眼罩挥发最好 第三点就是 咱们一定要把杂质浮沫撇净以后 再用凉水去冲头 只有经过这几点 才能达到真正的去腥 断生的目的 做出来的食材 味道才正 凉油下入葱姜和大料 炒香后加入这个净烧汁 每袋都是两包独立包装 你可以依据食材的多数 和自己的口感适量的加紧 一般的情况都是60克可以降一斤的食材 把酱烧汁倒入鲜形的 给它炒出香味 将空净水的肉皮和护心肉 给它放入 这个肉皮一定要把残余的肥肉给它刮净 食材表面沾满酱汁 咱们倒入少量的啤酒 喝于食材一瓶的清水 开锅后中小火 咱们煮40分钟 焖20分钟即可食用 谢谢观看